歡迎回到新北新聞網 關心淡水方面的新聞 選戰倒數三天 昨天晚上新北市長朱立倫 輔選活動也馬不停蹄的 來到了淡水 為同樣是國民黨籍的兩位市議員 候選人站臺 先後到了市議員正代立香 以及候選人陳偉傑的競選總部 氣氛是相當人 選戰倒數三天 昨天晚上新北市長朱立倫 輔選活動也馬不停蹄的 來到淡水 為同樣是國民黨籍的兩位市議員 候選人站臺 並且加油打氣 除了先到了市議員正代立香的 競選總部 一起與大家加油之外 隨後就來到了候選人 陳偉傑的總部 而且競選團隊特別 為朱立倫市長 與候選人陳偉傑 舉辦了一場婆婆媽媽 問答座談會活動 氣氛是相當熱鬧 陳偉傑 陳偉傑 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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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他更重要的是 我這一份熱情 要為我們所有的事物來主委 我記得他要參選的時候 我跟他說 要擔任市議員 一定最重要就是要那個決心 那個決心就是要全心全力投入 我就跟他說 你要先問清楚太太自己支持 市長朱立倫表示 陳偉傑在市議員蔡葉偉的幫助之下 來到淡水要為地方付出 而市長也曾經對陳偉傑 耳提面命的提醒 作為民意代表就是要有決心 為地方服務 而市長也肯定陳偉傑 年輕有為在蔡葉偉 與陳偉傑兩位高學歷的博士 為地方來付出 陳偉傑更感謝有市長的鼓勵 並且也相當感謝家人的支持 才能夠讓他來到這邊為大家服務 我一樣是三生有幸 遇到大家這樣子 給我這樣的一個支持跟鼓勵 那當然市長在過去的日子 也是一直不斷的提醒我 多曝光 多努力 多跟民眾接觸 那我想在座的很多的各位 可能也看我 說不是也看到膩了 就覺得變黑啦 變瘦啦 那捷運一直看到你 對 就是說捷運已經是我 每天都看到 對捷運啊這個都是我常去的地方 不管是刮風下雨 不管人家說我作秀也好 還是博取同學 反正我覺得 該做就是一如往常按表操客 面對現場有許多的支持者婆婆媽媽的提問 大家都很好奇市長平常在家裡面會不會做菜 還有市長過去來到淡水多少次 而這些問題朱立倫不只是一一回答 還要成為捷多學一點 氣氛是非常熱鬧 而這一次市長為同黨的候選人來加持 更希望用過去對淡水的政績 讓新人可以延續下去 甚至做得更多 也為候選人的選情來加分 記者許多願意 待會再往拜託